大家好 红掌是一种非常适合在家庭养的一种花卉 因为它装饰性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适合在室内养护 那么如果我们在室内养护的话 只要找一个散射光良好的地方就可以了 比如说窗台边或者是阳台边 这些都可以的 不需要把它放到阳台外面 如果说我们想要红掌开花多 大家就必须要注意我们平时的养护方法 那么第一点就是给它修剪 像我这颗红掌一样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红掌它这个花瓣已经变绿了 没有什么宽敞价值了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给它修剪 我们修剪的话也有一定的讲究 因为红掌它是一片叶一杆花 所以像这一种情况的红掌 我们可以连这一片叶一起给它修剪掉 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太多的养分 然后把这些养分留给一些新叶片长出来 还有留给一些新的花瓣长出来 这样的话就有利它长新叶新叶 同时红掌它也是非常洗肥的一种植物 那么我们给它修剪完了 最好给它使用一些素效的复合肥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素效的复合肥 能让它促使快速的长一些新叶片出来 因为红掌在开花的时候 只会先长一片叶 然后在叶芽的地方再长一条花杆 所以我们要先促使它长一些新的叶片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高效的复合肥 因为这种复合肥它不当氮连甲元素丰富 还有其它微量元素也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一些膨 红 鲜 硫 硫 氧化铭 它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给红掌使用了一次或者两次 这种高效的复合肥之后 它就可以让它长新叶出来 当它长新叶出来 我们就可以改用零酸二青甲来给它促化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红掌一片叶一感化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家庭养护红掌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一期再见